那首先的话,有关File回圈跟File回圈的最大的差别 大概有几个地方,总共有三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哪三个地方? 第一个,其实这三个地方就跟Range这里面的参数很有关系 因为Range基本上,我们前面有讲过啦 基本上它第一个参数的话是等于是哪一个值开始 那第二个参数是哪一个值结束 另外的话,其实还有第三个参数,理论上这个后面应该有d0.1才对 只是因为d0.1我们可以把它省略掉 那也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加1 那当然一直往后 可是File回圈的话,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 它基本上会有这三个地方可能跟File回圈最大的差异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今天要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的话 那特别注意,就需要改动三个地方 那怎么改?首先的话 也许我们拿之前做过的练习题 就是在第三个单元的第一个,这个第一页的地方 OK,那首先的话如果今天我希望把那个像1加299 这个加总结果就是4950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拿这个来改的话 那主要呢要注意就是会有三个地方 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首先的话改动的位置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File回圈的写法 改成File回圈的话 那主要是针对这一行 来改 OK,那改哪些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就是它的初值 初值的话呢,特别注意 在File回圈你可以全部写在range刮弧里面 可是呢,画回圈的话比较麻烦 它变成说,这三个都要分开来 那怎么分开来?第一个,初值你要把它写在回圈的上面 i等于1 也就是你不能写在这里 这个其实就是i等于 i等于就是它初值值等于1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注解掉好了 注解就Ctrl按住再加1 或者是前面加个紧字号 那后面的资料呢 基本上就注解 注解就是不会被程式执行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移到 阶层移到最前面打个File 那记得一定是小写 File后面的话呢 空一格 那File后面呢就不像range 它是一个清单的范围 那File的话后面呢就加一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下 我们会进入到回圈里面 那就是当i这个词 小于100的时候 冒号 那你会发现哦 上面其实这个100 有没有就是 有点像停下来的词 那在画回圈里面呢 就变成i小于100 也就是当i小于100的时候呢 那我就做下面的事情 那当然i这个词预设是1 那我i有没有小于100 有 所以呢有的话就做加 但特别注意 还有第三个动作 这是1嘛 这个是2 后面其实有个什么 0.1嘛 这个因为我们在写for回圈的时候可以省略 可是画回圈里面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那这个意思是 每做一次就帮我加1 所以理论上在画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内回圈里面呢最下面一行 请你加上一个叫 步进词 也就是说呢 你必须在后面加把i怎么样 再加1存回去 所以i等于i加1 这个一定要写 因为如果你i等于i加1没写的话 那i的词永远是1 所以呢你会发现他跑 这个条件之后的话 他把它加进来之后 如果没有这一行 i永远都是1 那也就是永远都是1 那就永远都符合这个条件 那如果永远都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回圈永远出不去 那出不去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种很悲剧的 就是无穷回圈 那无穷回圈的意思是说 这个回圈永远跑不出来 他其实就很可怕 就是程式会跑到当掉为止 他才会停下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假如说你写这样 写用话回圈有一个比较恐怖的地方 就是很有可能 假如说你一不小心 那就有可能写出一个 这个所谓的无穷回圈 那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让这个回圈能够结束的话 一定要记得你的这个条件 里面这个变数呢 是不是会加1 或者是是不是会减1 反正将来有可能会 本来这个条件为true 那将来等到他怎么 这个i的值如果等于100的时候 那100有没有小于100 没有100等于100 那当然如果当i等于100的时候 那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呢 势必就会跳离回圈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画回圈有时候理解 比较不容易一些些了 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画回圈里面除了说 会让这个里面变数值不断累加之外 有时候偶尔会看到他画回圈里面 会用到一个叫break的叙述 我前面好像讲过 break的话意思说 不管怎么样 反正什么条件发生 就帮我break 意思说跳离这个回圈 这个也蛮重要的哦 所以三个地方 把这个for回圈怎么样改成画回圈 一请你把这个range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改成像这样子 这个就出值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条件就是改成这样子 当i小于100的时候 这个是第二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这个不进值 所以呢 以后假如说你的for回圈 想要把它改成那个坏回圈的话 其实只要注意这三个地方 基本上都可以改得出来 那只是说有的地方 所以你改完之后 你会发现 本来for回圈只要一行 但是坏回圈变成说要多这一个 又要多这一个 不要多两行出来 其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 适合用for回圈 那最后run一下看看结果不一样 你会发现run出来的结果 加总冒号4950一模一样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根据我刚刚讲的这个原理原则 试着改改看 那这个改完之后的话 也许啦 同样道理嘛 就是乘法表 我们前面也有写过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把 这个for回圈 for i改成file的话 1 当然就是什么 在回圈的上面加一个初值 那i等于1嘛 2的话呢 把这一行给改成什么 改成file 然后呢 当i小于10的时候 那我就进到回圈 那第三个就是在 他的这个内回圈里面的最下面一行 加一个不进值 所以 i等于 i加1 ok 所以哦 那改完之后啦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一个画一个for 可以啊 没有问题 那把它执行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也会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哦 假如你要把for回圈 改成那个画回圈的话 只要掌握三个地方的三个地方 这个是第一个初值 第二的话呢就条件 第三个的话哦 就是不进 ok 所以请各位改 这个J也可以改啦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把之前写过的那个 就是1加299那个程式哦 试着改一改看哦 另外再产生 一个file的一个回圈的叙述方法 写写看哦 主要是了解一下哦 到底for回圈跟画回圈有什么差别 当然因为这个程式哦 是之前用for回圈写的 当然比较适合用for回圈啦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这样写比较啰嗦 可是后面的话有一些程式它不是范围的 那当然相对的哦 用那个画回圈相对的会比较恰当 ok试试看哦 继续